哈囉,你們好啊 我是狂人 今天狂人美服單元到了26集 然後跟你們報告一下 台灣 今天,尤其是今天,疫情特別嚴重 所以我身為住在台灣的一個 老百姓 真的感覺心情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比較安靜一點囉 好,美版出了疾風溫德 前幾天狂人抽了弗雷姆 今天總算是資源夠了 這很討厭 要課金,也不是很想課這麼多 因為呢,你課這麼多,你又沒有什麼在玩 這是一個重點啦 不然就課金沒有關係啦 好 溫德,快要出來囉 目前這邊40個 還可以再兌換15個 55個 美版的疾風溫德 我覺得造型怪怪的 等一下跟你們分享一下 狂人一直以來都不會騎士病患 但是我覺得他手很像 做得很像在中風一樣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這是一個關卡 我要打破這一關我才有更多的鑽石 才可以招募激風溫德 這一關我之前有打過 就給他掛幾打 沒有打贏 因為他的戰力比我還高 美版的戰力高 通常你就是很難打贏 高你一些就很難打了 好,來看一下這一場能不能打贏 索尼克 當然在美服 索尼克是一個很棒的角色 至少前期裡面他是一個非常棒 非常出色 可以說是最強的一隻 我認為是這樣 這邊我們擺上美額 在前面拖一點時間 但是索尼克也要活下來 結果跟裝甲星星形成一個對位 裝甲星星剛好會有暈眩 所以這一場戰鬥 好像快打不贏 我是有打過來 所以這一場索尼克倒了 失敗了 哇,怎麼辦 變成章魚燒了 再來一次 你們看那個戰力有沒有 669,6888 不是6888 是6888而已 6888更打不贏 我們這邊擺陣一下 這個戰術就是犧牲 星紅文女 給裝甲星年去暈 然後索尼克撐煙場面 拜託了 這場發兩個大招應該沒有問題 索尼克準備 斬第一斬 星紅文女坦住了 這個坦也不是坦啦 就在前面給他 裝甲星星給他打 好了 索尼克 有了 倒了一隻 剛好尋普還可以放個大招 不過地體王打過來 尋普的傷害還是不夠 還好魔術妙手也可以發個招 等一下還有一隻囚犯 囚犯現在被暈的 裝甲星又打過來 還有一口氣還沒有倒 有了 有了 這一場沒有問題啊 很平安 打完之後 我們準備來領一下鑽石 狂人之前有買一個禮包 所以這邊還有五仙鑽石 我們再來兌換一些獎品 剛剛是五十幾個碎片 快樂生沒幾個 五十八了 剩兩個 哇又沒有 這一次有了 六十個 準備歡迎 今天的主角 美版 疾風溫德 我們招募囉 其實我覺得臉型啦 等一下跟大家講一下 這邊都寫 有沒有 疾風溫德 翻譯過來就是這個樣子 Gail 1的 是不是啊 你看他的手很奇怪 他手很像中風啊 如果你看不出來 我們去打架就知道了 他手怪怪的 動漫是這樣子嗎 狂人可能沒有什麼印象了 真的 因為他出來的時間也不是太多 但是我覺得美版比較貼切 至少說 台版陸版的疾風溫德 做得太強了 正常的疾風溫德 手就應該是要這樣子啊 好了 我們擺上來 嘗試一下 我們看這一場溫德 可不可以發招好囉 我們直接擺在前排 我們戰力比較高 所以不會躺沒有關係 你們看他的手喔 溫德 你還好嗎 溫德 還好他沒有回我 他回我我就嚇到了 怎麼會不會沒有嚇到 你想像一下 溫德從這個電腦螢幕跑出來 你會不會嚇到 好 又來了 這一次可以發招了 給你們看看 疾風溫德的特效 長什麼樣子 對面還有一個很可愛的 我也很喜歡那隻星星 來了 眼睛發一個綠光 直接往前 不過這邊比較可惜 沒有把溫德融合到特效裡面 感覺有一點摸魚 所以這一次台版的跟美版的特效比起來 狂人認為 台版的更深一籌 台版的還有一個主體在攻擊 所以也不是每一次特效美版都做得比較好囉 好了又來一發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 就準備告一段落了 感謝你的收看 我是狂人 台灣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了 大家拜拜 來